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月初答应你们的亚米新款爆款第二代终于来了 快和君君一起看看日渐圆润的试吃小哥 又为大家探索了哪些美味吧 视频开始前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 点击右下方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四川冒菜自家热米饭 第一个要介绍的一定是在上期视频评论区 被眼尖的小可爱翻牌的这款自热四川冒菜锅 仔细看了一下包装上没有硬使用说明啊 打开后面里面的塑料碗也没有刻度 要倒多少水菜的鲜入顺序呢 完全是凭感觉自由发挥的 这款冒菜是没有加肉的纯素锅 蔬菜的量给的非常足 加热之后土豆木耳笋萝卜芋丝的口感都很不错 很像是现煮的冒菜 翻到最下面呢可以看到吸足了汤汁的粉丝 哇这个这真的是太惊艳了 虽然卖相上有一点点妥啊 但完全不影响它的好吃 弹牙爽口香味足 真的像是自热国界的扛把子了 除了这些菜呢 旁边还贴心的放了一小格子米饭 拌上冒菜真的太绝了 不过说实话啊 这个米饭稍微有点点硬 有条件的小伙伴呢 可以自己蒸上一锅米饭来搭配它 绝对完美 武汉热干磨浴粉 武汉人的过早呢一定少不了的就是一碗香喷喷的热干面了 据说这款面是为了在减肥中的小伙伴们发明的 魔芋是出了名的低热量 配上香浓的热干面酱料真的是又过了嘴瘾又不会有太大的负罪感 魔芋粉的口感非常非常爽滑 QQ弹弹的很有嚼劲 酱料包也算得上比较正宗 特制的酱料配上芝麻酱和辣椒油挂在魔芋粉上 没咬一口就满嘴的香气 好吃 姜豆稍微有点不够爽脆 和魔芋粉的搭配也有一点点违和 感觉不放姜豆会好吃很多 小伙伴们有吃过正宗的武汉热干面吗 热干面一般都是会配什么小菜的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营养美味鲍鱼粥 吃了菜缩了粉 美味的鲍鱼粥迅速递到试吃小哥的嘴边 这款鲍鱼粥操作起来很方便 只要打开盖子撕掉里层的封口 再盖回盖子放到微波炉里 加热8到10分钟就OK了 哇 一打开盖子就能看到一大块的鲍鱼肉 粥的口感很绵密 味道也意外的鲜美 嗯 真香 一想到三块九毛九 就能吃到有真实鲍鱼的鲍鱼粥 小哥就开心的多塞了几口 顺便感叹一句 商家爸爸 真够实在 除了白粥和鲍鱼 里面添加了海带和一些菇类 这样多重的口感搭配起来恰到好处 喜欢喝粥的小伙伴一定要试试看 绝对入骨不亏 芒果味气泡水 这么多卡路里要喝点啥才能减轻罪恶感呢 还是来杯气泡水吧 这款气泡水在亚米上有芒果 金桔荔枝三种口味 小哥喝的是这款芒果味的 包装上有说明是无糖 到处来看有点像芬达的感觉 但喝起来就是普通的果味气泡水 入口就感觉到浓浓的果香 但是基本没有什么甜度 和它妖艳的外表比起来只能说是毫无关系 如果喜欢没有甜味的气泡水的小伙伴可以试试 但喜欢加点甜味的小伙伴建议还是老实的喝肥宅快乐水吧 蝉蝉米锅把 这款锅把一开包 办公室里的小姐姐们就忍不住凑过头来 你看这一包里面除了网格状的锅把 还有额外加了花椒碎和干辣椒碎 有点黄飞红花生的即适感 锅把非常脆口 咬起来嘎嘣嘎嘣的 太有感觉了 单吃锅把还没感觉到它的辣 但咬了一口干辣椒碎 辣度立马就上来了 但越辣越过瘾 一口一口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试试小哥说呢 感觉麻味稍微弱了一点 建议小伙伴们吃前摇一摇 把辣椒和花椒摇匀 这样辣味和麻味就更均匀 更好吃 东京牛奶芝士工厂 柠檬芝士饼干 这款柠檬芝士饼干 是伴手里的上上选 包装盒非常厚实 抽屉式的设计也很贴心 独立的小包装 方便大家一起分享 入口芝士味很足 柠檬的香味绝对是锦上添花的存在 淡淡的柔柔的 完全不会抢过芝士和饼干的风头 试试小哥说 这个饼干是他两期试试中的零食No.1 唯一的小槽点是 10块饼干就要20美元 价格是真的有一点劝退 不过为了好吃 还是值得的吧 日本iFactory梅子片 紫苏味日式梅片 每次小哥都说怕吃多了 涨胖太快会掉粉 所以这次试吃小分队 就特地为他准备了两款 见味消食的梅片 这一款红色包装的梅片 里面是独立的小包装 每小包三片 出门可以当口香糖一样 带在包包里 尤其是夏天 梅片还能生惊止渴 绿色的这包梅片价格比较便宜 里面也没有独立的包装 适合放在家里慢慢吃 两款梅片都是日式口味 红色款的更酸 绿色款的更甜 小伙伴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五月亚米新款爆款推荐的全部内容了 小伙伴们有什么新发现的好物吗 想看我们哪里探店呢 或者想看食吃小哥下次来吃点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请一键三连 关注点赞分享 更多实用有趣的北美内容 等你来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